我请教教学生,罗亚尼, 分享他的词文。 字幕是《Dare to be Different》。 主内长辈,一群姐妹们,大家福建好!早上好! 我们的朋友们,很高兴! 对不起,没有念英文。 我相信非常熟悉。 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上一场主入学的课程, 名称是《敢于与众不同》。 Dare to be Different是澳洲人非常顺口的一句话。 也是他们的信念。 Dare to be Different is something that Australian people love to say, and is what they believe. 或者我应该说是西方人喜欢这样做。 Or I should say that it's a Western culture that they love this perception. 丹尼里书第六章就是刚才我们读整章 丹尼里被丢进狮子坑的故事 其实很多主顾学学生非常熟悉 我们读了28节 我们看到丹尼里是波斯国 唯一一个敢于与众不同的 我们有读了28节 我们知道丹尼里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人 在这个国家的波斯国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敢于与众不同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敢于与众不同 就是要跟丹尼里学习 那敢于与众不同不是这种的敢于与众不同 我们不是要脱离世界任何人 我们走向另外一边 我们不是要出家做和尚 那虽然是与众不同 但不是基督徒的与众不同 这是基督徒与众不同 这是基督徒与众不同 敢于与众不同 我们是代表在一个不遵守 描述圣经教训的时代 我们生活在当中 还是坚持我们的信仰 作为基督徒与众不同 这意味着 在这个世界 当中有很多信仰 所谓我们的信仰 都没有信仰 我们仍然保持到信仰 有一个神 以神做神的话 作为我们生活的指标 让我们低头老高 主啊 求祢代表我们 懂得如何学向安逸 Dear Jesus please teach us how to be Daniel 防事以祢为首 在生活上我们见证 感于与众不同 共主名旧的阿们 来一点历史的背景 刚才当里也是犹太人 主前六世纪的人 就是比耶稣大了六百多岁 他主前六世纪被掳到巴比伦 巴比伦之后 他又经过另外一个朝代 就是巴比伦 今天的第六章 故事巴比伦是巴比伦 如果你记得 但里里他还有 但里书里第三章 还有一个是火炉里面的故事 火炉里上帝显神祭 但里里三个朋友是在巴比伦 今天第六章 狮子坑的但里里是在巴士 巴比伦信奉多神主义 巴比伦是一个国家 实际上是拜月亮神 波斯人拜火 如果你有看金庸武侠小说 一遍屠龙记 那个魔教的四大复法 第一复法 那你知道 巴比伦都不是信奉耶和华的帝国 但里里第三章 但里里的三个朋友 被丢进火炉里 和第六章 但里里自己被丢进狮子坑 这两个世界过程非常相似 结果也一样 就是神在保护他的额脸 无论是火窑或者狮子坑 相信神把一切交迫给神的人 最后都安然无事 甚至你可以看到第六章 陷害上帝的人 最后自己被狮子吃掉 这是第三章 这是第六章 那我们从当里里书 我不会一节一节都读下去 我只是给你们看 你们如果有圣经或者是电话的话 你可以慢慢地随着我讲 你看到这些诗诗 所以我们不会再读下去 因为我们已经读下去了 所以如果你有读书 就开吻书 然后我会读下去 然后从这大礼礼当中 我要带出来一个 你们在生活和工作上 很常遇到的一件事情 然后在职场上 我们学一下大礼礼 大礼礼 从第一到第五节 我们看到 波士王发了一道禁令 无论什么人在三十天内 不能向任何神明祈祷 可向任何人求什么 只准向波士王求 谁违反这个禁令 就被丢进狮子坑 这个其实不是波士王想的 是大礼礼旁边的人想的 因为他们妒忌大礼 最少有120个 然后大礼礼往120个 跟他同样的职位有三个 还有另外两个 这间公司是120个工人 不同职位的经理有三个 老板最喜欢一个就是大礼礼 大礼礼被人陷害 因为工人和另外两个经理 想了一个政策 公司的政策 说服老板 他们布了一个局去陷害大礼礼 我们看第十节非常有意思 当当你知道他们发布了这个禁令 他有说话 他有反对吗 他知道这禁令子已经被盖有预兴 老板已经拒绝了 他回到自己家里 一日三次双膝跪在神面前祷告 感谢 不但祷告还感谢 是不是清醒 压力太重 但是你看到我发黄字的那边是像树长一样 就是说 公司没发生这件事情说 他已经每天跪在神面前祷告感谢 十一节到十八节 十一节到十八节 我们看到 老板非常爱惜丹尼 但不能违反 违反公司的原则去救丹尼 但王子不能向公司的政策 然后你再看下去 你知道公司里面的人要害丹尼 是要老板炒掉他 但这个波斯王一心想救丹尼 你看到他在黄昏的时候还在想这件事情 意思说他不能再拖延 他拖延到黄昏了 他不下这个命令 那他要等到第二天 不敢等到第二天 因为我们做老板都知道等到第二天你不做 有你的公信力是我怀疑 所以国王非常烦恼 你可以从十八节看得出来 所以从十八节看得到 他折夜睡不着 他不吃东西 也没有任何娱乐 因此当你被丢在四只坑 从第一节到十八节看得到 从第一节到十八节到这里 你没有看见但有说过一句话 从第一节到十八节看得到 你没有看到他跟任何人一起冲突 他没有跟任何人一起冲突 他没有跟任何人一起冲突 他没有回家祷告 被抓丢进四只坑 非常被动 在四只坑人家以为他死了 有天使来封住四只的口 老板第二天早上 急不急待去查看当你当你是死活 这个是有历史根据 这个洞口是在上面的 我们看到十九到二十四节是一个转折点 你看他的经节当你跟大刘士王说的时候 他的意思说这个问题不是在我身上 而是在你的其他官员身上 当 Daniel 说到王 Daniel 其实告诉王 那这个问题不是由我 而是由其他人 波斯王当然听得懂 当你的话 所以他处使那些献祭 把当你丢在四只坑里的人 有人说这不是神迹 因为狮子吃饱了 所以当你没有死 那你看二十四节 丢下去的人还没有到狮子坑 这里的时候在这里 狮子已经铺上去把它吃掉了 这代表狮子是非常饥饿 要是天使封住他的口 以色列人后来被归回耶路撒冷 这件神迹也有他的准舍 我们也看到当你以后来蒙神的保守 大想亨通 当你六章精心动魄的过程 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 无论你的情况多么的困难 坚定你自己的信仰 定睛看上帝 不要看人 就必有上帝同在 即使你生命遇到危机 不要当心 上帝会保护你 今天对于很多弟兄姐妹来说 工作的地方 是一个测试我们是否是基督徒 在最佳场所 我们在职场遇到电力 同事们的妒忌 不满 对我们无礼的对待 你会有如何的表现呢 英国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字 就是这个字 Friendemy Friend加enemy Friend plus enemy 中文是一友谊敌 敌人的敌 在职场 这个字反面就是现代人 因为工作时间拉长 大部分时间是跟同事在一起 而不是家人 但是跟同事又无法完全的信任 所以就开始这种 又是朋友又是敌人的人际关系 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 我们面对看是朋友又是敌人 他们辩认了 这就是我们的狮子坑 这就是你被钉进狮子坑的时候 狮子就是考验 Lying is symbolized as testing 有很多的圣不由己 There's a lot of things that we can't decide 考验 这个诗者讨厌 往往就是我们人生的压力的来源 All these testing trials is actually where the stress comes from 因为往往都是从人给我们的 and the stress is always from people around us 可能来自老板 Maybe it's from your boss 同事 Maybe for your colleagues 属下 Maybe from the one that subordinate 顾客 同行 Maybe from those who have the same business as you 很多时候你跑不掉 A lot of time you can't really escape 除了辞职不干 Besides resigning 你没有其他选择 There's no other better choices 这种考验就往往等于痛苦 This type of testing sometimes really gives you a lot of suffering 而且痛苦就是工作的时候你生气 So that means when you work You don't feel happy 工作后还要带回家去一直想 After work you still bring this anger back home 往上睡不着觉 And give you sleepless night So all we are connected closely for God 我们进内室 祷告感谢祈求 They will continue to pray to give thanks 我们在职场上 我们就会与众不同 So in the workplace You will be someone who is very different 我们要与众不同的表现 We have a very different performance 首先我们必须进入我们自己的内室 被上帝改变自己 But if you want to be different You need to go into the inner room to your own to the inner room 生命要走破 That your life will have to be transformed 方式学习要遵行神的旨意 That in all things we obey God 更要不要在遇到狮子的时候犯罪 Please do not think when you meet your lion 请记住 Please remember 不要向上师同事 或者规矩挑战 Do not go against your boss Do not go against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波斯王他设了一个规矩 Yes king King Daniel has actually set a decree But Daniel didn't say anything 记住 我们只向我们最爱我们的上帝祷告 Please remember Only pray to our loving God 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在生活和职场上 表现出色来荣耀祂 Then you see the God's plan in you That you perform well in the workplace 工作出色不是代表要长时间一直工作 Well to perform well doesn't mean you spend a lot of time in your work 而是在内心里我们非常地改变 我们生命改变 And it means that through the workplace to be a difference that we've been transformed in our life 我们与神有联系 神就给我们有创意有智慧 If we are connected to God Then we will know that we'll have the wisdom from God 你的工作 performance就会增加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your God will increase 那任何一个聪明的老板 就会看到你自人才 Any of the smart boss They will see that you are someone who's very smart Yes King Persians is actually worship the fire Yes King Persians worship the fire 但是大义里的而上帝的光系密切 But Daniel has a very close relationship to God 让一个拜博的王也欣赏他 The unbelievers also wants to be like Daniel 我们在职场上同样也能够发挥这种影响力 And we just hope that in the workplace We will be like Daniel 这就是你与宙不同的地方 That is when you are become different 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要相信旺世都互相效益 As a children of God We believe that all things were for good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For all those who love God 爱神你才能得益处 You have to love God first In order to get the good purpose out of an event 不是得益处的人爱神 It's not that you have to gain what is good for you Then you love God 所以我们把生命主权交给上帝 So we have to give the sovereignty rights to God 那你问基督徒 你为什么要把主权交给上帝 Then you ask all of us as Christians Why do you want to give the sovereignty rights to God 因为基督徒相信上帝是我们的创造主 Because all Christians believe that God is our creator 他创造我所以我把主权交给他 Because we are the creation So we give the rights to our God 基督徒相信上帝是我们的救赎主 Christians believe that our God is our Redeemer 因为神的恩典我回应他 Because of God's grace that we respond to the grace 我们要保持什么心态 What type of mentality that we have We need to have 主权交给神 就是要了解 神的方法高过我们人的方法 to give the sovereign rights to God meaning to say that we know that we understand We acknowledge that God is higher than us 先来看这幅漫画 Let's look at this comment 有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这是我画的 Oh this comment is drawn by me This is a devoted Christian 记住他是虔诚的基督徒 一天他住的地区水灾 水位越来越高 他爬到屋顶上向上帝祈求 And climb to the roof and pray to God 神啊 求你选择奇迹拯救我 脱离死亡 God please help me Please save me from this flood 没有生命 我觉得他的邻居划船过来 And the neighbor roll the boat 上来吧 上来吧 我救我 And tell him come come to the boat Go 不 我祷告了 我的神会救我 But Christian said no I really pray my God will help me 所以他邻居离开 So the neighbor roll away 拯救队的船来 And next the rescue team come Right 我们预算水柜会把你淹死 快点跳过来吧 And we think that the water level is going to increase again Please come to the boat 不需要我祷告 我们的上帝会救我 No no need I really pray my God will save me 你这样子圣经来了 And then 拋下梯子 And then give him the letter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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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不要 My God will save me 我的主会救我 结果他淹死了 So in the end He died Because of Johnny 他来到天堂问上帝 He went up to heaven and he asked God 非常不满地问 我这么虔诚祷告主 I pray to you But verbally 你为何不救我的生命 Why did you save me 上帝回答 God save 我已经派了两艘船一架自身机去救你 I've sent two birds and one helicopter to save you 你还需要什么 What else do you need 我们对神充满信心 那这信心不能沦为迷信 We have faith in God But this faith can't be superstition 我们的信心是要跳跃的 The faith should be a vibrant one 而不限制上帝的做法 Don't limit the way God is going to perform 说服 We need to obey 漫画中的人物 其实非常固执 He's actually very stubborn He's actually very stubborn He's actually limited the way God is going to save him 我曾经遇到过病重的基督徒 He's actually met some of the Christians who were sick He's actually met some of the Christians who were sick He's actually met some of the Christians who were sick He's actually met some of the Christians who were sick He's only believed in pr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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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asked for the healing of God And reject all the medication 那你跟漫画中的这个监督徒有什么不同 There was difference between you and the person in the comments 你要记住神往往在你祷告之后已经行动了 Just believe that when you pray God is actually in action 我们不是否定神不会行神迹 We are not denying that God is actually performing a miracle 我们强调的是对神的心意和计划敏感 But what we want to stress is being sensitive to the plan of God Who is always higher than us 如何敏感呢 How can we be sensible 就是你每天与神亲近啊 And this sensitivity comes from the connection with God every day 行在神的话中 They will walk in the word of God 那你很容易就看出神的应许和拯救是什么 That is very easy for you to look out for the plan of God 你就不会错过拯救你的床和置身心 Then you won't know that these are not from God 你的叛望就会实现 And your hope will be there 罗马书15章13节 From Rome chapter 15 verse 13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 因信将主帮的喜乐 平安充满你们的心 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于盼望 May the Lord of hell fill you with all joy and peace as you trust in him so that you may overflow with hope by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除了刚才我们认为神的方法高过人的这种心态 我们还需要另外一个心态 我们要靠信心接受神给我们的任何的方式 一个是神的方法比我们更高 一个是神的方法不管如何我接受 我们看另外一个方法 又是我忘了 一个登山者 往上爬上山的时候 不小心跌了下来 也看到死了 刚好悬崖外有一个小树 一个小枝杆 它双手紧紧抓住不要放掉 因为四周是黑漆漆 手手不见五指 它就这样在寒冷的夜里过在那里 他求到上边 他求到上帝 上帝啊救我 上帝立刻回忆我 上帝立刻回忆我 好的你把手放开 我会拯救 我会拯救 我会拯救你 他恐慌地说 我挂在悬崖旁边啊 脚下黑漆漆 不能放开手 会跌死吧 上帝再说 相信我 你放开手吧 他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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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 诊俱队发现 发现这个洞死 登上整个尸体 他眼睛掉了 他已经死了 因为太冷了 他脚下离开这个站台 只有一尺 从他的眼睛就当作 所以你们看到有眼睛 弟兄姐妹们 这梦话带出一个简单 重要的信息啊 神的主权就是 当我们求告祂的时候 我们不坚持自己的意识 今天的道 让我们看到在 平顺没有考验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每天 与神亲近 但是当你遇到 生活上的危机压力 苦难时 我们还是要像 平时要与神亲近 与神亲近不便 聆听上帝的指示 只要你敢于如此 那些那里痛苦 气愤 不知所措的风风雨雨 一下子就好像 平静后的风和蜡 不再有任何怜移 还记得上周 我讲的耶稣 平静风和蜡呢 当门徒 跑到船尾叫耶稣的时候 当这些专业的渔夫 当这些专业的渔夫 和非常熟悉 不怕损的渔夫 跑到船尾 叫醒耶稣的时候 当这些专业的渔夫 当这些专业的渔夫 跑到船尾 叫醒耶稣的时候 就是把主权 叫为耶稣 还有一点 有时候上帝会 叫我们脱离危险 有时不会 有时不会 那怎样呢 我们所爱的人 一直祈求上帝 不能够得医治 反过 我们坏去ids 我们拘述 intellectual 我们致说迫害 一直每天风雨不改 我们一直都遭避 抗拾 我们的信心 会有消耗的第一天 但是这个还有一点是告诉你 就算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的祈求为蒙垂听 你还是全心依靠祂 因为祂必有更好的美意 主权交给祂按照祂的计划 祂会带你渡过难关的 认识祂吗 我要以这位奥斯卡影星 当做华盛顿的 在2015年 他在迪拉大学毕业典里 对毕业生说了一句话 我愿意大家 我愿意与您分享一句 这位奥斯卡维奈 那位奥斯卡维奈 谦卑 and stick with him 对主不离不弃 基督徒感于与众不同 基督徒感于与众不同 就是我们懂得把神放在生命的第一位 将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神 内心就有主赐给你的平静安稳 and you will have the inner peace from God 那你就会得到 像个标端直袍的勇气与力一样 then when you run for your race then you have the courage and the strength 我们做个借助老道 Let us all pray 亲爱的主 Dear Lord 我们爱你 We love you 无论情况如何 No matter in what circumstances 求你每天都赐给我们坚定不移的信心 Give us strong faith in you 能力和盼望 the strength and hope in you 让我们学下的党礼 Let us learn from Daniel 将主权交给你 Give you the sovereign right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 In precious name of Jesus Amen May God bless you all Amen